台湾每一段月的班达们是我们的早餐 那是我们的早餐没什么低调不得现在南洋风情 这就是我们的早餐在大西地 以那么是4月30日 我们的早餐在现在全国联合成果发表会 但当年我们的早餐在原住民团体 我们的早餐在早餐里 我们的早餐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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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我们的早餐在早餐在早餐在早餐 大西地 台湾大西地舞者有慢慢变多 然后有慢慢变 就是有比较多的舞团开始在教大西地 所以我们就想说在前半年的时候 来办一场联合的大西地成果发表会 大西地舞呢 其实跟原住民舞蹈很相似的地方 是背后的含义 因为像原住民也是跟风啊水啊火土 就是这些自然环境还有祖林 是比较亲近的 所以在歌曲跟舞蹈中 就是会显现出来 这种南岛大西地艺术工作室 我们才能到台湾 也能够见到大西地舞蹈团体 因为我们是4月30日 我们到美女学校 现在联合成果发表会 我们到当年我帮他们 我们现在南投机 是原住民团体 我们是说没着 到现在没有什么原住民族 对不现在 现在在大西地 我觉得他们的组成元素 比较类似就是跟大自然有关 可能风啊或者是树啊 这些都可以用手势 或者是一些动作去表达 来这边是因为想要就是推广 我们10月份的黑一把台湾的 大型比较大型的大西地舞比赛这样子 大西地舞蹈很多蹲的动作 其实对原住民来说 我们在跳舞或什么 也是很多跟土地接触的动作 所以其实不管是我们跳 跳阿美族的舞蹈啊 晚上擦地啊 或者是说排湾族的舞蹈啊 或者是登顿的舞蹈 它都一定跟地有关系 所以原住民其实共同性的部分 就是我怎么跟大自然 跟土地的相处 从舞蹈上面我们怎么去展现 然后在大西地舞蹈当中 它很多是蹲的 你要越地越好 因为这代表你对土地之间 你跟它越连接 主办单位是 A-S-W-T-A-N-E-B-O 如个主打 我们现在没有希望现在 全国大西地舞蹈竞赛 我们也有我们现在 每日白天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是我们团体 我们现在表演 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 华仔国家开播我们 是在一起 我们现在是每日踊 现在南洋大西地舞 我们现在是在一起 我们现在是在一起